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倘若成不了英雄 那就不妨成为英雄的追目者吧 沾一点星光 好歹也不枉此生 比如 江东周郎就是一位在当时被粉丝热碰的人物 这个周瑜 雨善观金 风度翩翩 而且还弹着一首好琴 自古到今 但凡有艺术细胞的男子 总是受到女子青睐的 司马相如是这般 料臂周郎也是撤班 三国志就有记载 于少惊异于音乐 虽三绝之后 岂有缺物 于臂之之 知之必顾 一些怀春的女粉丝 总会端坐在御房前 带到周郎马席经过 封臣之间 故意地拨错琴弦 惹得周郎回眸张望 这就是有名的驱有物 周郎故 当然 三国的主旋律毕竟还是浩大的战场 怀春女子的浪漫 注定会背 金戈铁马冲散 在那个马隔尸骸的年代 要做一个铁杆的追星族 还是需要莫大勇气的 因为一个不小心 也许就会掉了脑袋 我五官斩六将 讲的就是一个掉脑袋的故事 六名自不量力的武将 最终都成了武圣关羽的刀架之魂 这个千里走丹席的传说 俨然成了一场关羽的个人魅力秀 里面就有这么一段 说的是关羽护送家扫到了营阳 首将王指甲一短待关羽 私下却密令手下胡班组织人手 三更十分 放火杀人 胡班寻死 我久恩关云长之名 不识如何模样 事往徽之 前世听前 见关羽左手冲染 于恩夏评计看书 班见了 师生叹约 针天人也 一刹那间 胡班被关羽的偶像气质彻底击败了 人气PK中 胡班毫不犹豫的票投给了关羽 接下来的事态自然明了起来 胡班倒得了 应该说 胡班不是一个合格的公务员 但绝对是一个铁杆的粉丝 那个倒霉的王指 或许至此不都明白 自己的人头落地 竟然是因为人气不够 除犬胡班 就连天赋神力的周苍 浪迹江湖的廖话 在那场千里寻凶的故事里 也被关羽的个人魅力所折服 成了忠实的粉丝 后来 关羽金珠兵败 周苍也自吻而死 毅然追随偶像而去 廖话也为了成就偶像未经的事业 干脑涂地 奋斗终生 展开全文 当然 刚才我们说了 三国是个群星集结的年代 像关羽这般拥有高人气的偶像 还真不在少数 比如 尖雄曹操就是一个 曹操这人戎马一生 战涉无数 其中抹书间寒碎 应该是他比较得意的一件 当时曹军和马超寒碎联军僵持不下 曹操采用假许计策离间二人 一日 曹操约寒碎到镇前喝茶 曹引众将出营 左右围绕 曹独显意欺于中央 寒碎部族多有不识曹者 出任观看 曹高教曰 辱卓军欲观曹公也 无意犹人也 非 有四目两口 但多智谋耳 可以看出 即使在敌军阵营里 也有不少曹操的仰慕者 如果不是因为军法如山 相信 还有不少人还会跑到镇前所要签名 作为曹操长期以来的老对手 刘魏的人气 当然也不逊于对方 而且 刘魏的粉丝有个特点 就是不仅数量大而且忠诚度高 当年曹操写百万大军南下 刘魏不敌 准备弃城而走 令孙前 简容在城中声扬约 金曹兵将至 孤城不可九首 百姓愿随者 便同过江 按照现在流行的咆哮体翻译一下 就是曹贼要来啊 跟我一起逃的粉丝举个手 有目有 有目有 两县之名 齐声大呼约 我等虽死 意愿随使君 即日豪气而行 扶老邪幼 江南带女 滚滚渡河 可见 我们刘皇叔的后援团阵容可谓强大 不过 比起同时的人气王张角的粉丝 神马玉泥饭 草包饭 榴莲饭 参照现在流 行的说法 就是关于 曹操 刘魏的粉丝团 一干都是浮云 这个张角 原本是个江活医生 后来意外得到一本太平药术 于是名声渐起 不久 就积累极高人气 粉丝众多 乃力三十六方 大方万余人 小方六七千 各力取帅 可以看出 张角不仅粉丝多 而且还很有想法 为了让自己能一直当红 在每个城市都设下自己的后援点 比如武汉后援点 福州后援点什么的 必要时能为自己拉拉票 而且 张角还要求自己的粉丝 在着装上统一 于是 四方百姓 挂黄金 从张角者四五十万 当然 在张角的公关公司 舆论炒作之下 青 纠 徐 济 晶 杨 阳 衍 玉八周之人 家家侍奉大贤良师张角名字 成了他的忠实粉丝 由此看来 被亿万粉丝敬仰摩拜疯狂追捧 两千年前全名偶像张角 早已享受如今春歌才拥有的待遇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边 即